警報聲尖銳刺耳伴隨文字訊息 29號南韓黎泰院的踩塌意外發生後 手機就不斷收到警告 當天在附近的人 手機平均每10分鐘就會收到一封 一路到30號中午都還沒停 警報裡不斷呼籲龍山區黎泰院發生緊急事故 目前正在交通管制 提醒民眾不要靠近 南韓的警報系統分為三個等級 主要會在二十二個情況下響起 包括示威、罷工遊行、天災人禍 或是預防電話、詐騙、車禍 自愛水檢查、血庫血存量不足 都會收到通知 資安專家也透露南韓的警報系統 允許警銷和航空軍事單位 直接推送訊息 所以當天附近民眾才會直接收到通知 除了當地民眾外國遊客入境南韓也能收到警報 專家表示現在系統也更新有些會附上網址讓外國人可以翻譯看懂訊息內容 希望在緊急狀況時不管是本國人或外國人都能及時明白重要資訊 避免訊息落差 查新聞葉雲娜、鄭惠良、羅大維綜合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還要開啟小鈴鐺